很多人在家炒肉的时候,总是炒出来又老又柴 今天我就把饭店不外传的小技巧分享给大家 不管在家炒什么肉 不要直接下锅炒,也不要用料酒来腌制 看完视频之后,保证让你炒出来的肉又嫩又滑 一点都不发柴,非常的好吃 首先准备五块钱一斤里挤肉 用刀给它切成薄片,尽量切得薄厚均匀 切肉之前,最好把冰箱放进肉里面冷冻半个小时 这样我们在切的时候,就像切土豆一样 非常的好切,而且切出来薄厚均匀,最后切成细丝 切完之后,装入碗中 倒入适量的山泉水,把肉丝给它清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血水,这样可以减少肉丝的腥味 装入另外一个碗中 调味加盐,胡椒粉,少许生抽 用我的左手充分地将肉丝抓拌均匀 再放入少许蛋清,一个太多,半个就够了 蛋清可以使肉丝变得更加的滑嫩 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抓匀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这样可以锁住肉丝的水分 从而使肉丝的口感变得更加的鲜嫩 最后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抓拌均匀,放一边腌制10分钟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根地里挖的胡萝卜 去皮后先切成薄片,再改道切成细丝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提前泡发好的黑木耳切成细丝 切完和胡萝卜撕放在一个盘中备用 半个红椒切成细丝 主要用来搭配颜色 青椒也切成细丝 切完装入碗中 一把小葱切成葱花 挤拌大蒜剁成蒜末 生姜切成姜末 切完装入碗中备用 调一个料汁 空碗中放入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蚝油 一勺白糖 半勺玉米淀粉 适量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用这个料汁可以做各种鱼香菜 锅中倒油 油热放入肉丝 快速地将它划散炒熟 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炒的时间太久 炒好之后盛出来备用 锅中再次倒油 放入葱姜蒜爆香 加入一勺皮线豆瓣酱 翻炒出红油 加入胡萝卜和黑木耳 大火煸炒一分钟 炒至断生 再放入肉丝 切好的青红椒 倒入调好的料汁 大火翻炒一分钟入味 朋友们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教做菜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 万分感谢 以后想吃不会做还可以找到我 炒好之后 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一份非常好吃的鱼香肉丝 就做好了 吃起来酸辣咸香 肉丝滑嫩 开胃好吃又下饭 大酒店一份就卖58 咱们自己在家做 成本几块钱就可以搞定 多种食材搭配 营养也非常的丰富 搭配大米饭 一次三碗都不够吃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加长 学会的朋友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